2023年8月13日,阿根廷、川普、哈维尔、米莱成功当选总统 米莱公开提出枪支自由化、器官买卖合法化、毒品合法化等一系列疯狂决议 阿根廷民众迎来了他们跨时代的改革 除了广大的知识者外 也有一部分阿根廷民众对未来四年产生了深切的担忧 身为政治门外汉的米莱 究竟如何登上阿根廷新任总统宝座 阿根廷组上曾十分阔气 1910年,阿根廷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八 人民安居乐业踏入发达国家行列 哪怕在二战结束后的1950年 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依旧遥遥领先 然而自从世界进入60年代 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阿根廷内部却陷入了无止境的政权更迭 许多人将这一历程称之为阿根廷之谜 1955年后的30多年间 阿根廷几乎每两年就要换一届政府 最短命的政权只存在了49天 激烈的党政当中 阿根廷的局面越发抽奖 为了拉拢选票 党派们提出的方案一个比一个极端 阿根廷经济在一系列极左和极右的决策中动荡不已 40年代的阿根廷还是社会主义 企业国有 到了50年代执政者开始疯狂甩卖国旗 60年代 阿根廷又开始大量引入外资 决心依靠外资重整国家经济 然而时间进入70年代 阿根廷又将曾经的决议全部否定 开始驱逐外资没收外企 在不断的冲击当中 阿根廷昔日的阔气不复存在 民众沐浴着帝国的往日余晖 仍不至于遭到寒冬侵袭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 阿根廷左翼彻底破灭 极端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 阿根廷自此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哪怕总统选举这一决定国家未来的大事 阿根廷都执行的异常自由 哈维尔 米莱今年52岁 出生于首都平民阶层 青年时期的米莱曾担任足球运动员 但足球水平一般 随即转向经济领域 金融专业毕业后 米莱进入汇丰银行担任职员 还干过摇滚歌手 米莱的政治生涯全靠互联网开拓 随着网络兴起 他凭借自己的学历在推特上成立一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经常在网上输出自己观点 简单的嘴臭 极致的享受 米莱募斥阿根廷经济的言论引起大量青年功名 2019年 他的拥护者们创立了自由前景党 米莱自此开始了政治生涯 米莱的竞选现场充斥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和刺耳的尖叫 他和他的妹妹在台上狂热地挥舞双手 他有信心将阿根廷搅得天翻地覆 而他的支持者认为 阿根廷不会再坏了 当所有邪恶事物全部合法 国家和社会将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为了得出答案 哈维尔 米莱将阿根廷作为了实验场地 这位前无古人的总统提出的后无来者的提案多达15项 首先便是废除央行 废除阿根廷比索 所有人用美元结算 阿根廷通胀逐年加剧 恶劣的通胀导致物价无时无刻不再暴增 由于比索不断贬值 阿根廷民众便将其兑换成美元 需要实在将其兑换成本地货币 面对全面崩溃的本土经济 米莱宣称这是政府和央行的责任 并且喊出口号 一旦自己上任 就将烧毁罪魁祸首之一的央行 并采用美元结算 事实上 大部分阿根廷人根本不想持有 比索这一价值不断缩水的货币 米莱的言论极大迎合了群众的愤怒 同时米莱也清楚阿根廷民众对现阶段的政府部门已十分失望 于是米莱提出自己的第二项决议 将阿根廷的二十个国家部门削减至八个 大力削减的政府部门意味着更少的公共支出和更少的税收 米莱承诺自己将取消大部分税种 并豪言 如果我增税 那就砍掉自己的手臂 为了再砍掉大部分政府之后 公共服务仍能继续运转 米莱决定将国企全部打包出售 并将铁路航空等交通部门也交给私人经营 若真如此 财富只会向一个方向不断聚集 民众将被困在圈定的区域内和贫困死守 米莱甚至呼吁将阿根廷的养老 医疗 监狱乃至教育全部私人化 他认为社会福利是反社会的 使政客借此驱使人民的工具 会损伤个人积极性 他想象中私人医院效率更高 不会腐败 米莱甚至想要取消对私人医院的监管 他觉得时常只会影响他们善待病人 在教育领域 所谓职业足球运动员 著名网红 摇滚歌手的米莱更是提出 国家只需要负责基本十字教育 其他全交给私人 他们将在竞争中取得美好结果 在公共事业领域 这位52岁高龄的改革者足够天真 更足够抽象 他一厢情愿地认为 只要缩减政府开支 全部交给私人 便能足够自由 然而这样的休克疗法 早有前车之见 这些全然针对政府的私人化手段 支守米莱改革内容的冰山一角 缩减政府支出后 他还需要增加阿根廷收入 为此米莱喊出了极具诱惑力的口号 让钱回到公民身上 为了实现这一宏愿 米莱决心废除劳动法 让资本和劳动按照市场进行协商 在米莱的逻辑中 市场完全能自主调整 这也会激发劳工的积极性 让阿根廷富裕 如果人民不愿意出卖力气 他们还能依靠自己的身体 米莱治下的阿根廷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身体自由 这位新晋总统支持阿根廷民众卖银合法化 甚至支持阿根廷人出卖自己的身体器官 米莱坚信 每个人都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 哪怕用自己的身体换取GDP 不需要政府指手画脚 在器官买卖合法化面前 年北都觉得自己足够仁慈 代理商将有足够多的手段 只花少量价格 蛊惑穷人出售自己的器官 不会有人告诉他们器官不能再生 资本运作下器官甚至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好财 阿根廷将实现真正的赛博朋克 米莱如此丧心病狂的决议并非全然为了实现阿根廷的经济飞跃 他的极端来源于他对自由的无限向往 作为特朗普的狂热粉丝 米莱宣布阿根廷将亲美亲英 划清于中国和巴西的界限 在他的心中 不够自由的国家都是异端 为了博得英伪青睐 米莱甚至宣布 马岛可以属于英国 此间阿根廷曾不断宣称马岛的合法主权 为此一度和英国开战 米莱却财大气粗地宣布 只要英国愿意 马岛可以是英国的 除此之外 米莱坚持自由贸易 将单边取消一切进出口限制 不论其他国家对阿根廷收取多少关税 采取何种限制 米莱都决定不抵抗 同时 追求自由的米莱宣布 阿根廷将取消婚姻法的限制 97种性别都可以自由搭配 允许自由购合的米莱却提出了他唯一的禁止 禁止女性自由堕胎 因为这是在杀害一个生命 除此之外 米莱还取消宣布毒品自由 取消青少年性教育 向之自由 一切都交给社会 米莱的改革对阿根廷的影响还未显现 但他的偶像克朗普在他当选总统后 马上在社交媒体上庆贺 祝贺哈维尔 米莱在阿根廷总统竞选中表现出色 全世界都在关注 我为你感到骄傲 你将扭转你的国家 真正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实际上米莱的主张并非纯然如特朗普一般的极有 毒品合法化完全是民主党的极左主张 他的政治光谱可谓极左和极有的缝合 在这样的主张下 阿根廷完全成为了奥地利学派的实验室 政府主动放弃权力 就会由非政府组织代替 最终还是大公司和黑社会的天下 阿根廷试炼场即将开启 公权废弃 完全的丛林法将取而代之 然而米莱当上总统不到三天 竟迅速推翻许多承诺 不仅没有切断同中国和巴西的联系 还强调阿根廷在马岛有着无可争议的主权 对许多对米莱发挥巧手以待的人来说 这个弯转的实在太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国家的天下 тысяч